曹魏军兵分两路来取西川 将为赶忙上表啊 请这刘禅下诏 派将聚敌 刘禅懵了 他向黄浩问记 黄浩给他出了个馊主意 让他拜巫婆 这黄浩真把这巫婆给请来了 刘禅降街相迎 把巫婆请到殿中 赶忙点起来这些香猪 大殿里边闹得是乌烟瘴气 这巫婆呀 往那一坐 刘禅给他下拜 黄浩告诉刘禅 您得让这些个公俄才女侍臣们出去 要不然 怎么能问出神性的真话来 这些凡俘俗子 不能在这儿搅和 刘禅把袍袖这么一抖 这些人全撤到外边去了 到外边可都没走 趴在窗台那儿 拔那窗缝往里看 他们觉得这事挺新鲜 挺热闹 刘禅是碾香下拜 只见那巫婆坐在那儿 牙一咬嘴一咧 白眼珠这么一翻 浑身上下就哆嗦上了 这怎么回事 感情来神了 他一边哆嗦 嘴里还一边嘟囔 说天灵灵地灵灵 胡黄二仙显神通 王母娘娘盘头会 玉皇大帝 心口疼 这什么呀 驴唇不对马嘴 也难说这巫婆嘴里哪吐得出象牙来 他可不是满嘴胡说吗 他问刘禅 陛下 你把小神请来 有何事求教啊 黄浩在旁边 一旦刘禅的医生 陛下您赶快说呀 刘禅是身识一礼呀 就把曹魏派兵要取西川的事情传说了 请神仙保佑 这巫婆呀 脑袋这么一晃 嘴一咧 顺手蹭 由那供桌子上 逼了起一只鸡来 把刘柴吓一跳 心说这谁要干嘛呀 只见这巫婆逼了这只鸡 围这屋里转了仨圈 蹭了一下 上龙床了 感情他从一进门 就瞅着这龙床稀狠 没见过 不用说床上那些雕刻装饰 走水漫涨 被入枕头 甭说多滑贵了 而且是香气四溢 所以这巫婆呀 想到这床上躺会儿 她试试这床喧腾不喧腾 然后从床上一咕噜声起来了 一屁股坐在龙树岸上去了 有打龙树岸上一蹦 上了供桌了 把那鸡扔了 随后那右手顺脑袋 这么一抹死 把那三环手势全抹死掉了 头发就劈散开了 然后只见巫婆呀 把鞋脱了 把袜子拉了 这叫批发险足 她坐在那供桌上 抄起那酒杯里 滋喽她喝了一口 然后抓块点心 本扔嘴里了 大概这巫婆早上起来没吃吗 她坐在桌子上 是大笑三声 然后她那白眼珠 往上层一翻 嘴角直吐白沫 刘缠吓坏了 心说是不是这位神仙要厌弃啊 她看了一眼 旁边的黄浩 黄浩是满脸虔诚 同时还冲刘缠直打手势 这意思啊 让刘缠是继续叩拜 刘缠又识了一个礼 巫婆把这嘴怎么一咧 哎呀 陛下 我已经问过土地神了 您的朝廷是平安无事 不但平安无事 几年之后 曹魏的疆土都得属于陛下 陛下你是切勿忧虑 说完了这句话 他呸 把他头一低 腰里头一蹦进 一个抢背 扑通的一下 尤打在贡桌上下来了 俩腿怎么一伸 脖一挺 昏过去了 刘缠汗都下来了 他一把抓住了黄浩 哎呀 这怎么了 陛下 您不必担心 神仙这是归位了 哦 刘缠这才明白 感情刚才这巫婆把神仙请下来了 负了她的体了 现在神仙已经回去了 所以她得迷糊这么一会儿 巫婆这一通折腾 把窗户外边 那些公俄才女和侍臣们乐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了 可没有一个敢出声的呀 这些公俄才女侍臣们都乐了 武门外边站着不少的大臣可全都哭了 因为他们亲眼看见了黄浩用碾车把这个巫婆给请到宫里来了 这些大臣觉得心里非常凄凉 他们替这流缠难过呀 一国之君 朝廷的皇帝怎么能够相信巫婆呢 你得领着满筹文武治理国家呀 皇上有闲着没事拜巫婆的 那是一大灾难 不用说一个皇帝就是个平民百姓 也不能拜巫婆 也不能信巫婆 你要是一拜他 轻则败将 重则没命 皇帝也好 百姓也好 得愚昧到什么程度才能相信巫婆呀 巫婆她一句整容话也不会说呀 装疯卖傻 撒泼打滚 浑身哆嗦 胡说八道 那不坑人是什么呀 所以这些大臣们心情觉得非常沉重 那么他们怎么不劝劝 谁能劝得了啊 刘蝉谁的话也听不进去呀 他就信这皇号的话 如果这么闹下去 这西蜀国不就完了吗 所以这些大臣们心中十分凄凉啊 刘蝉不管那么 他站在这儿就瞅着这巫婆 说墓下终点过了有五六分钟 巫婆起来了 他不能总在地上那么躺着 精湿冰凉的 他也怕得风湿 起来之后收拾了收拾 刘蝉又一次谢过巫婆 赏黄金十分 这巫婆算发了 抱着这十分黄金 让这皇号把他给送走了 这些侍臣们才进来收拾桌子 这一收拾桌子才发现 少了一把酒壶 撒酒杯 还有压桌的那银钉 箱斗里边的大钱都没了 其实这些侍臣还没仔细看呢 还少了撒馒头半盘撒起码呢 全让这巫婆给揣走了 送走巫婆 刘蝉常常出了一口气 他把凶仆这么一挺 朕无忧意 从此太平无事咯 他立刻传旨 继续是饮宴欢歌呀 根本没搭理那位 姜维江不约的表彰 姜维在榻中那还盼着呢 三次上表 等候赵书 赵书迟迟不到 赵书没来 邓爱来了 邓爱到这儿 就把姜维给困起来 姜维一想不好 他唯恐汉中有什么差池 可是就在邓爱 兵维榻中的时候 中会的大队人马已经过来了 一路上是取官破债斩将夺成啊 中会知道 要想得汉中 必须得先取下来杨安官啊 那是汉中的淫侯要口 杨安官这儿有两员大将在这儿守护着 一个是蒋书一个是父亲 中会的人马一到 父亲为国捐区战死疆场啊 蒋书归降了中会 杨安官破了 中会进的城来 初步告安民 在这儿歇兵一日 然后是马不停蹄 长驱直路 大队人马直奔定军山 来到定军山前扎下营寨 中会问手下的棋牌和中军 此处是什么所在 中军赶快回禀 提禀将军 此处乃是定军山 呀 中会听的这儿俩手一幅 帅暗腾腾腾的站起来 当年曹卫大将夏侯渊 被西川五虎将黄中黄汉生 斩于定军山 就是此地 不错 哦 中会倒吸口冷气啊 他刚要坐下 嘿 猛的中会又想起一件事来 回过头来问中军 我听说 西蜀丞相诸葛亮 坟墓就在定军山 可有此事 骑兵将军 五虎墓就在实地 哎呀呀 勒一股 举将 鼓声怎么一响 中将都到了 中将以为中会要领着他们去攻打汉中呢 不是 中会传令 让中将跟随他到定军山下 去给武侯诸葛孔明 扫墓 啊 大伙一愣啊 瞅了瞅中会 心说我们镇西将军这是怎么了 一位敌国大将 来到定军山这给诸葛武侯扫墓 他们哪里知道 中会对诸葛亮 那是无限崇拜 从他记事的时候 他就知道 这三国有个高人 诸葛亮 遗憾的是 自己没见过 今天走在诸葛武侯的墓前 我怎么能不败祭一番 中将一听呢 就跟着去吧 准备相逐啊 来给诸葛武侯扫墓 到这儿中会 一看诸葛亮的墓地 心里是十分感慨 这么大一位西蜀国的丞相 就这么一座小坟头啊 哎呀呀 他把当地百姓找来这么一问 百姓这才跟他说 诸葛武侯生前有一言 他死后 丧事要从简 不许厚葬 要以定军山为墓 所以诸葛武侯 死后连一件随葬的东西都没有啊 哦 中会点头啊 真乃是国之贤相 他立刻在墓前 设摆好的香案 亲自免香带领重将 插手十里 甲昼在身 不能叩拜 然后中会传令 在五毫墓的周围 不许放墓 把战马都拴起来 谁随便到这盒动五毫墓左右一棵草 也不行 不仅是这样 由此进兵汉中 直到西川的程度 一路之上 绝不许扬民 要公卖公卖 动老百姓一捆柴草 给人家一捆柴草钱 如果 如果由于百姓口角者 重则四十军棍 要敢杀害百姓者 以命敌偿 我要效 诸葛武侯 爱民如则 三军是阵被高估 将军做得对 这消息就传出去了 只传到了汉中 汉中的老百姓本来很紧张 不知道中会来要杀多少人 现在一听什么 兵部雪刃 公买公卖 哎呦 老百姓才把这心放下去 汉中守将一听说 中会带领二十万精兵来取汉中 怎么能够抵挡得了啊 哎 干脆 纳城归降吧 四门大开 哎 黎民百姓就把这位中会将军 给接进了汉中 中会兵马进汉中了 啊 怎么没人来救啊 谁来救啊 姜薇姜不约 姜薇被困在榻中 他动不了啊 邓爱不是在那绊着他的脚呢吗 把姜薇给挤坏了 邓爱困起榻中来 姜薇就明白了 姜薇就明白了 唯恐啊 邓爱有诡计 派人马吸取汉中 阎安官是阎后要路啊 江叔和父亲能不能守住啊 如果阎安官要是丢失了的话 那汉中可就难保了 把姜薇给急的 他是日夜冲杀杀不出去 正在他召集上火之际 廖化和张义来了 这二位从哪来 自从姜薇被贬之后 他不是唯恐黄浩加害他吗 他带着几万人马到榻中来屯粮啊 这廖化和张义就留在了城堂 姜薇上表告急啊 这俩知道了 两个人知道之后 也急忙去见刘禅 请皇帝刘禅发兵 刘禅听了皇后的话 请过那跳打神的之后 什么他都听不进去了 他都不信了 他信那神话了 说是没事 那么不必担忧 万无一失 喝把这二将给急的 二将一看不行了 唯恐汉中有失 姜薇将军有什么意外 我们得去看看 两个人呢 点起一万人马 奔汉中来 等他们到这 汉中就已经丢了 这俩一看没法打 这中会的力量太大 只得到踏中 去见姜薇 他们走的路上还在想 姜薇将军不能听不到点风声 怎么就没能够领人马来解救 汉中之尾呢 汉中丢了这不就完了吗 这两个人也是疯疯火火的往塔中这赶呢 赶在这才明白 赶请姜薇叫人家邓爱给困住 二将杀一条血路 来到塔中见姜薇 邓爱这才把人马撤下去 知道来了救兵了 姜薇一见撂花张义 可是喜出望外 哎呀 二位将军 你们这是从哪儿来 撂花这才跟姜薇说 大将军 不好了 怎么呢 汉中已经丢了 啊 啊 江围怎么一听 眼睛都红了 汉中丢了 那西川危险了 我奇怪的是 我连连上表万岁 怎么就不降诏发兵呢 哈哈 二将一听这句话 俩人全哭了 别提了大将军 皇帝根本没看将军你的表彰 他也不相信曹魏发来几十万人马取西川 因为他听了皇后的话 找了巫婆跳神是这么这么回事 哎呀 把姜薇给急的是顿足垂胸 三将在踏中这儿抱头大哭 心里是万分难过 他们觉得对不起西蜀的军民 更对不起死去的丞相诸葛亮 吴侯把重任交于我等 让我们舍死望生 福宝流禅 重复汉世 治国安民 现在我们对得起谁呀 将军想的这会儿 止住悲声 他一把拉住了一个 所有料花又由张一二位将军 咱们豁出性命不要 也应该复夺汉中 二将一听大将军言之有理 整顿人马 刚开始一整顿人马 有探报来报 中会得过汉中去之后 安了民了 安完民他马上 整旗鼓率领人马 要与邓爱和兵一处来取踏中 啊 三将大吃一惊 看来这汉中夺不了了 要是邓爱和中会和兵一处 踏中也难保 就这一个邓爱 说实在的 就够人抵挡一阵了 再加上中会 这两元将 可不得了啊 怎么能够守得住这踏中呢 张义这么一想 我说大将军 我们不能死守踏中了 这已经将要变成一块绝地了 如果使得我们进不能进退不能退 那可就完了 既然我们不能在这儿守着 也不能复夺汉中了 那咱们还不入 退守建阁 建阁也是我西蜀的阴侯要道 要是能守住建阁 就能保住成都 建阁要有师善 成都休矣 请大将军不要耽搁了 火速传令 投奔建阁 将为一乡 只得如此了 三将合兵一处 离开塔中 直奔建阁 建阁守将叫董绝 董绝这儿有两万人马 把守建阁 董绝早就得到了探报了 说是中会邓爱 兵分十几路 曹魏人马数十万 来取西川 把董绝闹得好紧张啊 他是日夜寻城茶哨 他早就做好了准备了 不管是邓爱兰还是中会来 我就跟他拼一死战 只要有一个出气的 你就休想跨过建阁一步 这一员大将是横心以下 忽然间他听到禀报 说远处有一少人马 啊 董绝这么一听 这少人马奔哪儿来了 直奔咱们建阁 哟哟 来了 拼吧 马上上城 他亲自上城指挥 董绝来到城上 熟得梁鹏往远处 这么一看啊 哎 这怎么打的是西蜀旗号 哦 董绝明白 甭问 这是中会邓爱的诡计 把他的士族打扮成我们西蜀军校的模样 前来乍官 皮肤 你不想想你家董将军是谁培养出来的 诸葛亮丞相 实话告诉你 本来我无令来守建阁呀 感情没人委派他 让他来把守建阁 合着这董绝是自动自决来的 啊 他听说邓爱中会几十万人马 也不是分多少路 兵伐西川 董绝紧张了 这敌军会不会从建阁来呀 建阁丢失了 那程度不完了吗 所以他带领人马就到这来了 现在他站在城头上 往远处一看 来的这支人马呀 打的是西蜀旗号 他真以为是曹卫军化了装了呢 哦 想混进我的间阁呀 休想 当时传令 让三军把守住了舵口 敌军要到了跟前 咱就和他一死相拼 等了一会儿 这支人马就到跟前来了 到了跟前 咱们一搭话才知道 是姜维料化张义呀 哎呦 可把董绝乐坏了 赶忙开关相迎啊 让进大仗 几位落座之后 这一续谈又都掉了泪了 几元大将倒不是什么儿女情长 伤心泪多 这事是叫人伤心的 你说这皇帝糊涂到什么程度 他不下诏派兵 听皇后的话在皇宫里边跳大神 这不眼瞅着就把大好的西蜀国双手奉献与他人了吗 作为一个武将 这怎么能不难过呢 姜维看了看 哎 几位将军 不必难过了 事已至此了 现在咱们应该想一想 怎么能够把守住建戈 保得成都平安 然后再复夺汉中 将邓爱忠惠 杀回渭水对岸去 不能让他在这会儿待着 这威胁太大了 几位将军不必担忧 只有俺将尉 说的这种 啪 用手一拖海下湖去 江伯约在 敌军就休想吞我西蜀 嘿 这两句话虽然说的不多 可是啊 使得在座的几元大将是精神备阵 这玩意可真了不得 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嘛 你别看现在这么困难 将尾将不约 根本就没在乎 真有气魄 什么叫气魄 胆识加智慧 这三位一想 既然有大将军做主 在这儿镇守着 万无一失了 重整军威 复夺汉中 这几位想着把汉中再夺回来 人家中慧啊 还想要占据剑阁呢 这中慧可了不得了 他让邓爱发兵 在塔中那盒伴住江围 中慧是长驱直入 可以说是一帆风顺 所向披靡 得过汉中之后 他就要跟邓爱联合到一处 包围塔中生擒江围 结果人江围走了 中慧 骄傲得不得了 也难怪啊 曹魏朝主有几万大将 能这样一帆风顺 唾手得过汉中啊 那不就是我中慧吗 有资本啊 他刚被营寨扎住 有人来报 说邓爱将军来见 哦 中慧问中军官 你看过了没有 邓爱带多少人马来啊 骑兵将军 只有十余计跟随 就带这么些人 来 升仗 升了大仗 中慧出仗相应 你别看中慧和他手下的这些将族 瞥着嘴瞪着眼 见着邓爱还是很客气 手挡着手进了大仗 落座带茶呀 实在你来得正好 我听说江维已经逃顿了 现在咱们该怎么进兵 应该先打哪啊 怎么样才能一鼓作气 直取成都呢 这个中慧觉得自己对邓爱已经很客气了 够谦虚的了 随时这样 他也掩饰不住他内心的那个傲慢劲 邓爱看出来了 冲着中慧一共手 世纪将冲 自从您亲自统兵 杀奔汉中兵不雪刃 拓手连得几座关爱 不费吹灰之力 拿下了汉中啊 真是功高盖世 哼 邓爱这几句话说得中慧心里美滋滋的 邓爱一瞧 这位也够可以的了 现在向我问记我能说什么呀 世纪将军 至于怎么取成都 这个我还没想好 哎 中慧一听笑了 实在 你我何必客套呢 有记就请讲当面吧 你看 咱们从哪进兵 才能顺利的拿下成都 他一而再再而三的问 等爱这么一看 他这是真心实意向我求教 世纪将军 既然这样下问 我可就斗胆了 班门弄斧啊 大概怎么样取成都 世纪将军 已经胸有成竹了 既然您问呢 我想是不是这样 咱们虚攻剑阁 然后 派一路人马 由小路绕过去 偷渡英平 将为维训之后 必然分兵去救我 这样可以一举攻下剑阁 然后进兵成都 现在成都空虚呀 岂不大事就已 不知世纪将军意下如何 终会听着这会儿冷笑一声 世宅妙计 你我是立刻分兵 什么事 你 你 我